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台独组织23号举办所谓研讨会 炒作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合约 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 散布两岸互不隶属言论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应讯时表示 所谓旧金山合约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 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对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权利的处置 也都是非法无效的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郑重声明绝不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包括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 都明确无误的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本性和一党私利 肆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拿着非法无效的历史废纸进行炒作 处心积虑的兜售两国论 企图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 这一切终究是徒劳的 更不可能阻挡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